在一天就投票了 不少候選人都趁著機會 趕快做最後衝刺 要爭取連任的 先議員候選人張美慧 在服務團隊陪同之下 背著小蜜蜂騎上電動單車 穿梭在花蓮市大街小巷 用最貼近的方式和相親面對面 來肯托支持 美航會持續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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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先議員第一選區候選人張美慧 在服務團隊的陪同下 25號一早就背著小蜜蜂 騎上電動單車 從競選總部出發 把握最後有限的時間 穿梭在花蓮市區的打劫小巷 希望選民能將寶貴的一票 投給會做事最認真的 一號候選人張美慧 先議員一號張美慧 嗨你好 拜託支持一號張美慧 美慧這次要競選先議員連任 我跟志工團隊 我們騎了六台的電動自行車 這個是希望在最有限的時間之內 能夠穿梭在各個大街小巷 像花蓮市區的鄉親們 來道好來問好 也肯托鄉親能夠支持 用面對面的方式 用自己背著小蜜蜂當罵蝦 這樣的一個方式跟大家互動 希望鄉親能夠支持會做事 最認真努力問政爭取建設 以及關懷弱勢的一號張美慧 那最近因為美慧也聽到一些耳語 就是說票很多穩當選票可以分出去 分給別人這樣子的一個不實的耳語 在這邊也要特別肯托鄉親 請大家堅定的支持一號張美慧 讓會做事 那會很努力的整個團隊 能夠繼續的在花蓮 能夠服務大家服務鄉親 請大家不要聽信市面上的這些耳語 那肯托鄉親們 繼續的讓張美慧能夠留在花蓮縣議會 讓美好會持續 再過一天就是投票日 為博取更多選民支持 張美慧在25號晚間 會持續以徒步的方式貼近選民 希望鄉親堅定支持 將會做事最認真努力問政 爭取建設關心弱勢的一號 候選人張美慧留在縣議會 持續連任服務花蓮鄉親 記者 徐立晴 花蓮室報導